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是 2022年的 第二天 是第一个主日 我们每当主日来教会敬拜的时候 我们是从主 那里得着力量 我们好开始 我们后面六天的路 因为主日 星期天 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 那么今天非常的感恩 我们在新年一时的时候 我们来到上帝的殿中 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 从他永远长存的道里面 再次来得到力量 我们不是走一个星期 我们不是 走一天我们来是 要走过2022年这一年 很多人在新年一时的时候 都会为自己立下 这一年的愿景和目标 期待这一年能够自己实现 一定的目标 来达到心里面所许下的愿望 那么在年中 我们总结的时候发现 多数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达到 我们可能会制定很多的计划 但是在有的时候 我们就中途放弃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行白礼者半久时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 有一个活泼的状态 我们需要从神那里领受恩典 我们已经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 那么新的一年对我们而言 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说 我们如何做才能够得救 而是说 我们已经蒙恩 我们已经得救 我们怎么样 将我们已经蒙了恩的这个生命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来 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每一天中 将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 表明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信息的主题 是活出 蒙恩的生活 蒙恩是一种状态 那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至少从三个方面蒙了恩典 第一 我们是蒙了神的呼召 因为神呼召我们 我们蒙了他的呼召 这是一个恩典 第二段 从17节到21节 我们是蒙了他的救赎 这是救赎的恩典 第三点 从第22节到25节 我们蒙了他的重生 这是重生的恩典 我们蒙恩 我们蒙了他圣洁的呼召 就像以色列人从 埃及被呼召出来 到了旷野 成为圣洁 预备好要进迦南地 如果说上帝的应许 迦南美地 就是在天上为我们存留那 永远不朽坏的基业的话 我们现在在地上的生活 就是旷野 我们在旷野 最需要做的就是操练 如何成为圣洁 那么就是我们要活出的状态 所以上帝的呼召 领导我们 这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怎么样来活出 一个圣洁的生命 来回应上帝的呼召 这是我们要活出的 而我们活出的圣洁 也并不是在主日的这一天 并不是在复活节的那一天 也并不是在圣诞节的那一天 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这就是我们要活出 活出是我们应该做的 蒙恩是一个上帝 已经赐福给我们的状态 生活是每一天的日常化的 活出一个蒙恩的生活 这是一个常态 所以第一点 我们要活出的是一个圣洁的生活 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活出的是一个 敬虔的生活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 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的再来 那么基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 我们在地上生活 我们要生活 活出一个敬虔的 等候的状态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就是耶稣基督说 你们在地上要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的重要的身份标记 因为主说 你们若彼此相爱 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们若是相咬相吞 就必然会灭亡 那不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表现出来的身份 所以我们蒙了重生的恩典 我们要活出有爱心的生活 我们要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 所以那是一个常态化的状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要牢牢的扣住 首先我们已经蒙恩 这个恩典不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 不是说我努力工作赚来的 你可以赚钱 但是你赚不了救恩 你可以努力的工作 但是你完成不了耶稣基督的工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蒙恩是上帝将他的恩典 白白的赏赐给我们 这叫蒙恩 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来争取了救恩 那样的功劳就要归给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也做不到这样 所以牢牢的记住 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是蒙了救赎的 在基督里面被称义的义人 我们也是蒙了重生的儿女 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成新的 我们怎么样把一个新的生命展现出来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是知道我们有一个蒙恩的状态 好我知道我蒙恩了 但是呢 没有但是了 就没有下文了 神要我们所做的事 我们蒙恩 就像今天我们祷告的一样 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 所以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所以是指前面 上帝 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的工作 然后你应该理所当然的摆上 来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 来回应上帝对你的拯救 来回应上帝 这是圣灵给你的重生 同样的道理 在约翰 在彼得前述也是这样 那十三节说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前面讲了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讲的是 耶稣基督如何做的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在前面 我们应该回应的在后面 所以我们应该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给你们的恩 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 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弟兄姐妹们 彼得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我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神呼召我们 因为他是圣洁的 怎么样成为圣洁 包括我自己在来 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并不明白 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圣洁 其实上帝给了我们指引 透过圣经 第一步要约束你的心 那我们的心里面所想的 往往不是上帝所想的 我们心里面所怀的心思意念 往往并不是圣洁的 圣洁的心思意念 怎么样 要约束 把它扎住 所以这个地方小字说 圆文座 束上你们心中的腰 你都知道 如果你现在弟兄姐妹们 你想让你自己显得有精神一点 你不可能不扎一个紧紧的腰带 你让那个自己松松垮垮的 你不可以有精神 如果说你要做事情 你要征战 你一定要把你的带子束紧 所以就束上腰 让你这个带子紧紧的束住你的腰 你就可以去征战 你就显得有精神 你就能做超过你自己能力的事情 所以束上腰很重要 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 腰就是心啊 所以当说你的腰子 就是说你的心 所以呢 这个地方跟我们中国人理解的 有一点差异 所以束上你的腰很形象 用一个腰带束上你的腰 就是束上你的心 这就是我们不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不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那是不是圣洁的方式 要谨慎自首 什么叫谨慎自首 那说白一点就是 非常好的控制你自己 这是英文的直接的翻译 就是非常好的控制你自己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并不愿意控制我们自己 我们体贴我们自己的心意 我们体贴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想发火我就发火 我想发牢骚我就发牢骚 我想骂人我就骂人 这一刻就是让我自己觉得畅快 我就随心所欲的去做 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约束 我们没有约束就表明了什么 第十四节 那个就是你们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个放纵私欲的样子 那个就表明那一刻我们在放纵私欲 放纵私欲表明了什么 放纵私欲在有些人看来说 我心里这样想我就要这样做 因为我不这样做我就是一个虚伪的人 我这样做我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我就显得我很真实 我不像你们很虚伪 错 因为放纵私欲 只表明了我们是蒙昧无知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想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不要觉得我们放纵私欲是好事 不要觉得我们放纵私欲 我们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错 因为放纵私欲只能表明了 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 而不体贴上帝的灵 我们乃是顺从肉体 不顺从上灵 所以想一想圣经说的话 我们顺着情欲撒种 我们从情欲收败坏 我们顺着圣灵撒种 我们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不要顺从什么 我们要顺从什么 所以第十四节说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 是说你们现在 已经做了顺命的儿女 你说有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顺命啊 似乎我还没有那么顺服上帝 没有错 如果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人能够顺服上帝 然而耶稣基督会帮助你 你在基督里面 耶稣基督虽然 身为神的儿子 还是因为苦难学习了顺从 成了我们这些人顺从神的榜样 以至于我们可以说 主要求我们的那样 就是说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 我们不可以做得到 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做得到 这也是使徒约翰所说的 那么我们翻开 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的第三章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教导我们的 他说 第八节三章八节 说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的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我也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犯罪是属魔鬼的 我们没有办法除灭魔鬼的作为 但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他就可以除灭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就可以做到 所以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圣灵来就是要把基督教导的教导给你 圣灵来就是要让你跟基督之间有一个连结 你在基督里面 你就可以做得到 第九节 所以约翰说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给自己信心 我们不要总是告诉我们自己 说这个很难 谁能做得到呢 耶稣基督讲话 他讲天国的比喻 然后有的门徒听不懂 有的跟随的人听不懂 说他讲的话很难 有谁能做得到呢 有谁能听得懂呢 就有人退去了 然后耶稣基督就问彼得 他们说你们也要走吗 彼得说主啊 在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随谁呢 所以不要轻易的告诉你自己 不要轻易的告诉你身边的人 说这么难谁能做得到呢 这是你是在放弃 一个龙胎 一个车子可以走 是因为他有气 你在那放弃 他就走不了 弟兄姐妹们 之所以可以火热的向前 是要彼此鼓励 彼此添加柴火 越烧越旺 你不要在这儿铺冷水 这么难谁能做得到呢 哎呀都做不到 我们不要做了 我相信这不是来自于上帝的声音 这是来自于我们里面的声音 给我们自己以后做不到 埋下负笔 你看我说过吧 我做不到 所以以后我做不到 你不要怪我 约翰不是这个意思 约翰说凡是从神神的 就不犯罪 也是不能犯罪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罪恶 我们在他里面 我们就可以做到 我们做不到 接着说 第十节 我们外在的这个表现 很重要 因为第十节说 从此就显出 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凡不行意的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外在的 我们活出来的状态 跟我们里面的状态 有密切的关联 所以耶稣说 透过果子就可以看到树 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透过果子可以看到树 好树接好果子 坏树接坏果子 这是我们蒙了恩 我们成为圣洁的儿女 我们做事就要圣洁 我们做事就要越来越靠近神 什么叫圣洁 我记得我在 圣诞节讲到的时候 我也提到过 当我们离开自己的帐幕 靠近神的会幕的时候 我们越来越圣洁 当我们进入到神的愿 进入到神的殿 进入到神的至圣所 靠近那位至圣的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靠近圣洁 所以上帝说 我呼召你们要成为圣洁 为什么 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是神 因为他是圣洁 我们的耶和华神 在埃及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说的每一个话 一段话 最后都有一句 因为我是耶和华 他所做的任何的事情 拯救的工作 都是因为我是耶和华 要让你们认识 这位圣洁的耶和华神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如何操练圣洁 我们不知道操练圣洁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克制私欲 我们不当说的话 我们不说 我们不该做的事 我们不做 我们不要放纵我们的心 我们要用一个带子 把我们的心扎上 可能扎上的时候有点难受 就像我们鞋带系得很紧 可能有点难受 但是如果想一想 你今天是开运动会 你去跑一百米 你第一件事就要蹲下来 把你的鞋带扎紧 免得你跑的时候鞋带散了 你那个扎紧的时候 你的脚有点疼 但是你知道 那个对你是有好处的 因为你可以跑得快 鞋子不至于松 我们的心也是一样 你扎的时候似乎有点难受 谁不愿意放任自己的心呢 我随心所欲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多快活 但是我们要扎住我们的心 我们要勒住我们自己的舌头 我们就知道 这是我们在操练圣洁 我们不懂如何体贴上帝的圣洁 我们懂得如何来不放纵自己的私欲 这是我来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弟兄姐妹们 我们所蒙的恩救世 我们已经得门救赎 所以我们要过一个 在地上敬虔度日的生活 好 那我们来看经文 你们继承那不偏待人 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 就当存敬虑的心 度你们在世继续的日子 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上帝要审判 对不对 因为上帝要审判 所以我们要尽前度日 那谁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相信罗亚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因为在罗亚的时代 上帝的审判的信息领导 说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 你们要悔改 所以罗亚呢 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为了预备预备预备 迎接那个审判的来到 所以他在预备方舟 因为他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 神说的审判一定会来到的 但是那个世代的其他人 他们照样的吃喝快乐 他们照样的婚丧嫁娶 他们照样做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情 把这个当做耳旁风 根本就不去在乎 不去听 所以呢 他们我行我素 做自己的事情 没有一颗敬虔的心 他们没有敬虔度日 反而那些敬虔度日的 向罗亚被人嘲笑 你看现在根本没有洪水 你在这个地方忙活 这个造船简直是 实在是很可笑 就像我们如今 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会再来 会来审判 使徒彼得说 那个再来审判的时候 那个全地的一切 有形的都要被烈火所融化 你说这个说起来 太危言耸听了 我根本就不会想这些事情的 所以这就似乎 像极了当时罗亚时代的人 如果你敬虔度日 你警醒的等候 还会有人嘲笑你 但是我们从罗亚所经历的 我们应该能够学到教训 最后只有罗亚一家八口 靠着罗亚方舟得救 那么如果再有上帝的审判来 谁是我们可以藏身的方舟 不是罗亚木头造的方舟 因为第一次审判是用水 再来的审判是用火 因为施洗约翰也说着 那一位在我后面来的 他比我的能力要大的很多 他要用火炼进这个地方 要扬进他的场 就代表审判要来到 火一样的审判要来到 不是木制的方舟成为我们的拯救 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自己的身体成为我们真正的 可以避难的场所 所以呢 我们就应该尽前的等候 因为我们相信 主说的一定会成就 他要再来 要再次实行审判 度你们继续 度你们再世继续的日子 弟兄姐妹们 我们现在的日子是一个末后的世代 就是圣经所言 那二十节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 却在这末世为你们显现 什么叫末世 末世英文用的就是 the last days 什么叫last 就是最后的日子 就是最后的日子 这个最后的日子过完了就没有日子了 这个是末世 所以耶稣基督再来 那个末世就结束了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就开启了末世的日子 所以呢 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末世的状态 在末世里面有两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 是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 他们还生活在过去 他们还随从今世的风俗 放纵自己的私欲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 这是那一群人 依然生活在过去的那群人 第二群人 就是生活在未来的人 就是这群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 被救赎的人 他们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 他们生活在这个地上 如同生活在天上 因为耶稣基督对他们有托付 他们生活在这个地上 但是对他们而言 正如以不作出第二章一节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 神叫你们活过来 所以借着加拿大书第3章和第5章 说你们如今是天上的国民 你们在地上你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就表明你们是属于未来 属于未来 所以你要看到 这个 在末世的时候有两种状态 我再重复一遍 第一种状态就是生活在过去的人 他们死在了过犯罪恶当中 所以即使他们生活到现在 他们也还是没有希望 因为他们的结局就是死亡 因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那么对于我们这群已经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的结局不是在这个末世 现在而是在将来 因为我们等候的是 耶稣来再提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凡信耶稣的 在他里面死了也必然复活 凡信耶稣的 活着信他的 必然不见得死 如今你们都是活着信他的 都没有死真正临到的你们 你们不过是行过死因的诱谷 所以你们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属于未来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地上现在生活 我们是过一个寄居的生活 不管这个末世 这个最后的日子 对我们而言是几年 还是几十年 它都是短暂的 它都是要过去的 它都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最终的归宿 我们就如同那些还没有蒙得救的人一样 已经是死在了过犯罪恶当中 虽然活着 是已经死了的 所以呢 彼得告诫那些人说 我们得救不是 靠着能坏的经营等物 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 高 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无瑕疵 无玷污的高扬之血 不是经营等物 好 弟兄姐妹们 这个非常的贴切 虽然这个地方的语境 跟我们并不一样 我先说当时这个语境 也就是犹太人 他们靠着什么得救 他觉得他有经营的器皿 经好 纯经的 这个器皿 放在神的圣殿当中 他们去用来摆放陈设柄 他们用来做金灯台 他们用来包桌子的边 他们用来包祭坛的角 都让那些成为金子 他们在那里献祭 他们凭着羔羊的血 那个是地上羔羊的血 他们凭着牛犊的血 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得救了 彼得告诉他们 这些金银 虽然拿到神的圣殿来 就不能真正让你得救 因为真正让你得救的是 那个没有瑕疵的羔羊之血 是基督的宝血 所以你不要以为金银会让你得救 纵使你的金银拿到圣殿来 做圣工 那个金银本身不会让你得救 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地上 我们觉得金银会让我得救 问问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觉得 他可以给我带来得救 我依靠他 我相信他 事实上这些东西不能让我们得救 因为我们得救没有一点点的益处 那不过是上帝赐给我们在地上使用的 所以我们应该像保罗所说的一样 我们用事物的 要像不用事物的一样 那些东西 如果上帝给我们富足 我们就富足的过 如果上帝给我们贫穷 我们就贫穷的过 只有一样是重要的 那个就是敬虔度日 不管我们是富足 还是贫穷 不可缺少的只有一样 就是敬虔度日 不可缺少的只有一样 那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 好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要讲的是 活出蒙恩的生活 我们已经重生了 重生的生活 是要把重生的生命活出来 在这个地方上帝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 弟兄姐妹们 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 祂跟祂的门徒说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说这其实也不是一条新命令 是什么 是一条救命令 你们就要彼此相爱 因为耶稣问祂的门徒说 你们觉得上帝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祂自己回答 告诉门徒说 那就是干嘛 要爱你的神 那独一的神 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来爱祂 其次就是什么 其次就是爱人如己 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 爱神和爱人 我们在地上 我们之所以爱人 是因为我们爱神 我们之所以爱神 我们要透过爱人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因为我们若不爱那看得见的人 我们怎么能爱那看不见的神 所以一个人若说他爱神 他并不爱人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要给他打一个问号 如果你说你很爱神 我爱神 但是你不爱人 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 我不爱人 我怎么能让别人知道 我心里是爱神的呢 对吗 所以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 那么我们的家庭也好 我们的教会也好 最怕的就是什么 相咬相吞 我要记住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唇王齿寒 我们的牙齿跟我们嘴唇的关系 是互相依靠的 并存的 不要觉得牙齿有的时候咬了嘴唇 说牙齿你真讨厌 你还咬了我 我自己的嘴唇就咬破了 不要你了 所以这个嘴唇真难事 所以当嘴唇亡掉的时候 这个牙齿也没有办法保存了 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个道理 我们彼此相爱才能互相建立 我们若是相咬相吞 我们就一定会消灭 对吗 有一个人说了一个很好的 好像黄牧师也讲过这样一个比喻 我还有很深刻的印象 他说天堂跟地狱有什么区别 他说天堂就是 好 国勋俊兄 好 我们 我们再来彼此的服侍对方 你喂我我喂你 好像都有吃的了 这是一个遇到的故事 说在地狱里大家都拿了很长的故事 是不是国在张里也讲过这个例子 我不是很清楚 好像都说过 说都喂自己 夹一口给自己吃就吃不到了 因为在那里人都是喂自己的 因为不相爱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到最后是吃不到的 所以彼此的相爱 我们才能够干什么 互相的建立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 我们也 我也在黄牧师的这个 指导下 我们也立的主题就是 我们要建造圣徒 我们要建造圣徒是什么 建造圣徒就是 我们要彼此建造 我们透过小组 我们透过团契 我们彼此的来建造 对吗 建造的方式是你建造我 我建造你 不是说我一个人关门造车 我自己在那儿造 造我自己 没有办法造的 我们是要彼此建造 所以呢 如果我们相爱 我们就能彼此建造 我们相咬相吞 我们都会一同的灭亡 其实 在教会里面 在家庭里面也好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这是可以的 因为你对这个事情 有这样的观点 你对那个事情 有那样的看法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 借着上帝的普遍恩典 我们的孔老夫子也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所以就是说 君子和君子之间 他们是和睦的 但是他并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是完全相同的 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有不同的见解 他们有不同的理念 但是他们在一起是和睦的 这叫和而不同 他紧接着说了说 小人同而不和 就是小人在一起 可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 一个共同的目标 他们看起来是非常的相同的 完全的一致的 其实他们里面是不和睦的 那其实我们经常看电影说 有一些犯罪团伙 他们就几个人组成了一个盗窃团伙 去偷 去盗 去抢 然后结果呢 他们在偷东西的时候 他们都齐心协力的 一起偷 一起偷 使劲偷 把东西偷来 结果疯东西 那这下我打架了 你把我杀掉 我把你杀掉 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 我也听过一个故事说 山东青岛那边吧 说有很多渔民 他们说我们这样 我们过一艘大船 我们到智利 我们到南美那边去打鱼 所以他们一下出去了几年 几年呢 他们真的打到了很多鱼 他们也很多的财富 结果呢 财富上来之后 就有人红了眼了 说我们这个十几个人分 到最后我们也分不了太多 不是说我们把它干掉 到最后都互相的残杀 都干掉了 说我就可以独吞了 所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去打鱼 就是要去致富 但是他们里面真正的有和睦吗 他们没有和睦 所以叫小人同而不和 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 我不一定要求说 丈夫 妻子 你跟我必须百分百的 完全的相同 说我去家会 我们当然一起去教会 我不去教会 你也不能去教会 我喜欢这个人 我们一起喜欢他 很好 我不喜欢这个人 你也不能喜欢他 因为我们夫妻要同心 我想这是滥用了圣经 夫妻同心 是夫妻同心的来爱主 来服侍主 来跟随主 跟随主是什么意思 爱主是什么意思 主是怎么爱人的 主爱人的方式 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邀请我一个大学的老师 去我们的家庭教会 刚好我们一个弟兄 在上面讲到 他讲的那个是 实际上耶稣 说父啊 求你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 虽然那个大学教授 还没有信主 他说 这句话我非常的认同 因为耶稣基督带来的 就是宽容 就是爱 就是赦免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什么叫和 什么叫和睦 和就是要包容 对吗 我们两个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我们还能和 就是我们两个有包容 我们彼此的包容 夫妻之间为什么能够和睦 因为我包容 因为我爱你 真正的爱 是能遮掩一切的过犯 因为夫妻彼此相爱 我们追求家庭的和睦 家和万事兴 我们不要为了一些事情 斤斤的计较 我们不要为了你 因为不听从我的 那我说的话 又不是金科玉律 又不是圣旨 对吗 所以为什么 别人要跟你的观点 一模一样完全相同呢 我们应该是追求的和睦 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是成就了和睦 他在十字架上 用自己的身体 废掉了冤仇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成就了和睦 我们与天父之间的和睦 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 是不一样的 对吗 恩赐不一样 有的有祷告的恩赐 讲方言的恩赐 有的有医病的恩赐 有的有讲道的恩赐 有的有做教师的恩赐 方方面面的恩赐 这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 身体里面有不同的肢体 有的是眼睛 有的是耳朵 有的是鼻子 当然不一样 但是这个栽起 是不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完美 你说这个人看起来很漂亮 因为他的鼻子很美 眼睛很美 耳朵很美 对吗 嘴巴很美 五官很立体 比例很协调 如果只有眼睛 这是什么 只有耳朵是什么 只有鼻子是什么 美吗 所以那个和睦和谐 所带来的美 一定是他中间 因为他包容着 不一样的东西 对吗 姐妹们 我们都会很会炒菜 都是大厨 你炒菜 酸甜苦辣咸 如果你只放盐 那只剩咸了 你说我喜欢吃辣 全是辣 喜欢吃甜 全是甜 不是的 一个菜的好吃 一定是各种味道的调和 而调和 就是你有不同的包容度 它在这里有它的功用 它在这里有它的 弹琴也是一样 我们一个乐队 之所以可以完美 只有一种声音 那不叫完美 那叫单调 我们把它组合在一起 我们互相的搭配 互相的包容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活出一个蒙恩的生命 我们就是要切实的彼此相爱 而彼此相爱 就是我们要有宽容的心 我们要有忍耐的心 我们要有包容的心 这样我们就能彼此的真实的 切实的相爱起来 而不是说我们在言语上 而不是说我对某个人 有一定的恩惠 那些都是短暂的 那个都是 不能够长存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不是相爱 作为我们基督徒的标记 我们相爱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不相爱人家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相爱就表明我们是蒙了重生的 如果我们不相爱 我们相遥相吞 我们只能告诉人家 似乎我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被圣灵重生 因为耶稣基督如果在我们里面 就一定接触圣灵的果子 那么一定是和睦的 一定是彼此相爱的 为什么我缺少那些 这是我们要问自己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活出蒙恩的生活 因为我们被神呼召 我们呼召我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那呼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我们活出蒙恩的生活 因为我们已经得蒙救赎 我们得蒙救赎不是靠着金银等物 我们来是靠着基督的宝血 我们活出蒙恩的生活 因为我们已经重生 我们已经重生 就要透过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 将这些表明出来 最后总结 总而言之就是 弟兄姐妹们 我们应该感恩 因为上帝已经救赎了我们 已经这是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要回馈上帝的 我们要回应上帝的 就是把我们的蒙恩的状态活出来 这个活出来不是一天 不是一时 而是一生一世 而是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活出是动词 蒙恩是状态 生活是落实到每一天 落实到每一个细节当中 愿神帮助我们 使我们重新得力 使我们重新开始 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救赎了我们 如今我们已经蒙了莫大的恩典 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使我们能够活出蒙恩的状态 活出蒙恩的生活 在每一天跟随你在整个的2020年 跟随你在这个末世 在我们余下的日子里面 我们都愿意过尽全的生活 度继续 度继续 再是寄居的日子 我们来体贴神的心意 我们来蒙神的喜悦 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带给自己更多的喜乐 和盼望 带给自己更多 在主里服侍的力量 勇气 我们也才能更加和睦的 和一的来服侍你的教会 从而兴望你的道 兴望你的福音 祝福我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主